血压高的症状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迪玲 先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 高血压的病人呢 有一部分是没有症状的 有症状的这个高血压病人呢 一般会表现出来这个头晕 他会刺出头晕 头痛 他会告诉你这个静后啊 以及这个诊后 就是后脑勺这个地方呢 不是 难受 同时呢 他还会伴有焦虑 这个失眠啊 记忆率下降啊 这一类 这就是招血压的一些常见的症状 那么随着高血压的进一步发展 他就会影响这个心脑肾 这些把器官的损害 那么 他到时候如果说他并发了这些 把器官的损害呢 那么他就会出现相应的心的损害的症状 脑损害的症状 以及呢 肾损害的症状 我会拟害的症状